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增 卫生部从起防疫措施 今天就发声明 强调MySajatra手机应用程式 发出的居家隔离令 是有效病假单 促请所有雇主 允许确诊新冠病毒 持居家隔离令的员工在家隔离 卫生部昨晚通过X平台 上传图文内容 促请雇主们遵守使用居家隔离令 因为它是根据第342号法令 也就是1988年 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法令下 执行的有效文件 确诊者也必须截图通过MySajatra 获取的数码居家隔离令 向雇主诚实汇报 卫生部指出 新冠确诊者必须从出现症状的 第一天开始隔离五天 同时卫生部也鼓励雇主 允许有症状 但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员工 居家工作 截至上个星期日 我国共录得28375宗病例 累计病例增加到5141797宗 最刘警员纸 你一定行你 我们上网有 Bible 整500产生你 über发路 非常易受到 倘 хочет 都帮助 h 快 为什么 再ян 不